第五點,罪和不饒恕帶來破壞,就是說任何罪都有破壞性,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人信耶穌或者是侍奉神,但繼續犯罪,必有破壞性。所以我告訴你,我心裡不敢憎恨任何人,不敢有任何不好的意念,任何誤會的意念,任何不好的東西,我都不敢有。 為什麼呢?我知道我有這些意念,就是破壞生命,我就是白做。 我用一個形容,你看著我,好像我們建造在基督團時上,如果人一邊侍奉,一邊犯罪,他好像建造一個牆壁。 建造完了,就蔡尾,建造完,又蔡尾,白做。你會不會這樣做啊? 但很多人侍奉,一邊侍奉,一邊侵犯某些人,不喜歡某些人,傷害某些人,或者是家庭中常常吵架,他就去白做。是不是啊? 很多人在罪中也沒有留意到。所以我明白,犯罪必有破壞性,無論怎麼小的罪都有破壞性,我們就不敢。我真的不敢犯罪。 但我是每天都輕鬆喜樂,這個提醒在我心中是一個小的部分,但我知道這個重要。 我不是每天很怕神的懲罰,我不是怕,我是活在神的祝福之中,神的愛之中,神的喜樂之中,但我知道罪的破壞性。 所以在我裡面有這個提醒,犯罪必有破壞性,不能逃脫的,不能逃脫。 我認識一些,有一個非常聖靈充滿的牧師,很大的能力,但他犯了罪,嚴重的罪。 他的事奉就大,完全的破壞,然後他要重新開始,很大的破壞。 他起初沒有想到他的事奉,他是很要能力的牧師,但他的前途,他的事奉就完成了很大的破壞。 這個是很可惜的。我認識四個牧師,因為犯罪破壞,是我個人認識的牧師。 他們就破壞了他們的事奉,有兩個是坐牢的,另外兩個沒有,但也是不能繼續服侍。 這是很可惜的。 好了,加拉太術六章八節,聖著情欲撒種的,必同情欲受壞壞,聖著聖靈撒種的,必同情欲受永聖。 這是聖著情欲,什麼是聖著情欲呢? 隨便發怒,隨便罵人,隨便親看人,隨便煩惱,隨便放棄。 這個就是情欲。其實你可以這樣看的,情欲就是我們自動的反應。 我們自動的反應,很多時候都是有罪的。 用一個比喻,有人罵你。你的自動反應會是什麼呢?有人罵你? 罵你。 是的,你的自動反應就是罵他,發怒,是不是? 就是自動反應。 是的,自動反應。 很少人有自動反應說,我要饒恕他,我要祝福他,是不是? 通常都是自動反應,去罵他,發怒。 這個,饒恕他,祝福他,是後來思想,禱告之後改變,是不是? 所以我們的自動反應通常在困難的情況都是負面的。 負面的。然後我們處理。但有些人處理是很長的時間。 但有些人很快就處理了。很快就處理,因為他已經習慣處理。 這樣的話,他的情欲,我們每個人都有罪。 我們每個人都有罪的意念出現在我們心中。 有些時候就會有一些煩惱啊,不開心啊,埋怨啊,都會出現的。 問題是有沒有處理。沒有處理的話就有破壞性了。 但儘快處理,破壞性越少。 好了,然後哥林多前書3章17節。 這裡說就是我們做在基督徒身上,做不好的事有什麼後果? 一起讀哈。 若有人毀壞神的店,神必要毀壞那人。 因為神的店是聖的,這店就是你們。 誰有人破壞我們,他們比我們慘,是不是? 因為神要懲罰他們,我們是神的店。 好了,當我們毀壞別人,毀壞別人的基督徒也是很慘,是不是? 如果我們憎恨某一個基督徒,對抗他,傷害他, 毀壞他,後果也是很嚴重,因為他是神的店。 我們破壞他,神也破壞我們。 所以我們必定說,我不要,我不敢,我不敢坐在別人的身上,做不好的事情。 我要饒恕,不要定罪,我要祝福。 好了,《約翰福音》10章17節。 魔鬼道集來到透切,傷害,毀壞。 所以說魔鬼來就是要透切,殺害毀壞。 他透什麼呢?其實整個生命,所有一部分,都會破壞。 什麼?破壞什麼呢?破壞內心的平安,輕鬆, 破壞喜樂,破壞力量,破壞與神的關係, 破壞與神人的關係,破壞機會,破壞恩賜。 什麼都破壞。是不是? 所以我們知道,用實際的例子,你的老公不好,老婆不好,然後你煩惱,整天煩惱。 你就是讓魔鬼在透切你的生命。 你就整天都沒有喜樂。 是不是不值得? 所以我們就說,不要緊。 我不放在心上,不需要被他影響。 他不好,我還是善待他,善待是得勝。 阿們! 哈利勒呀! 阿們! 然後第佳拉太書五章十九節, 誠意的詩都是顯而易見的,就於? 四點。 四點。 他們四點沒有講。 哦,四點沒有講。 馬太六章十五節,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範。 不饒恕你的過範後果是什麼呢? 天父不饶恕后果是什么呢 与神隔绝就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有人不好 是不是我们就不饶恕了 不是 这是他的问题 但我会尽量帮助他 但我不需要不饶恕他 好的 《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 这里说情谊的事都是显得意见的 你们看一看基督徒有那些 哪一些罪会有些基督徒会犯的 见淫误会 基督徒可能有仇恨圣经 嫉恨老怒 结党纷争 嫉妒罪酒放宴 然后最后说什么呢 行政事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哇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啊 那你说谁可以进天国了 悔改的人 悔改信价的人 我们有没有这些罪啊 有没有人没有啊 人人都有 都有这些罪是不是 重点是我们悔改 求神赦免 真的离开罪 对付罪 否则 最严重的 就会 失去救恩 将来会不会很多人 失去救恩呢 马太七章七 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将来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去 奉利名传道 赶鬼 行义能吗 许多人啊 因为很多人觉得 不需要尊重神 有没有见过一些基督徒 在教堂 很长的时间了 慢慢就容易埋怨啊 发禄啊 不愿意服侍神啊 不愿意投入啊 没有将生命献给主啊 是不是 这个都有这个危险 但我们不需要骂他们 但我们警告他们 就是说 可以失去救恩的 但你尊重神 神就喜悦 神就大大祝福你 好了 然后马太五章 二十二节 凡 向弟兄动路的 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去拉架的 这是秒事的称呼 难免共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去魔力的 存在的 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们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 弟兄上女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献去与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骂弟兄是蠢财 有没有人骂人是蠢财啊 我以为这里是说的是魔鬼 不是魔鬼 不是魔鬼 我以为说骂弟兄是魔鬼 个原文是蠢财 蠢财的意思 他说了有蛮多了 那怎么办呢 说了怎么办呢 求神圣灭 而且以后不要说 以后不要说 就是说看的人做得不好 看的人很蠢 这是他的问题 我尽力帮助他 我尽力帮助他 但不要骂他是蠢财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其实第一句 凡向帝送动路的 没有骂人 这是动路 已经难免受审判 审断 是不是已经说了 所以我们就说 人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但我求神给我 机会 耐心去帮助他 不要发怒 这是他的问题 我们没有权去审判 其实我 我见过很多 有问题的人 我见过很多很多 我已经接受 世人都犯了罪 包括我自己 所以我不会 因为他们发怒 因为我接受 人就是有罪 没有罪才是恩典 所以我就接受 然后我就尽力 去帮助他 我自己来说 我所犯的罪 我憎恨 我不要再犯 但我必定要处理 我里面任何的罪 好了 你看到这些经文 你觉得经文 是不是很清楚啊 必有破坏性 体贴肉体就是死 所以这些都是很严重的 不能承受神的果 所以需要这个提醒 在里面 提醒不要再犯罪 不要 首先我说一说 有些人以为犯罪 就是骂人 偷东西 杀人 放火 其实凡事不是出于信心 就是罪 就是里面 烦恼 怨恨 都是罪 低沉 也是罪 懒惰 也是罪 没有爱神爱人 没有尊重 诫命就是罪 没有爱神爱人也是罪 现在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求神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 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有什么罪得罪神的 你可以站起来 可以清醒一点 自己也不是说自己蠢 就是说我有犯的罪的 就算赦免我 自己也不是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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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闭上眼睛 现在我们自己 向神祷告 向神认罪 在里面 我们有犯了罪了 就憎恨罪 知道罪的破坏性 心里就求神赦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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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